MS 總之現在我家裡有一顆大南瓜 跟一顆小南瓜 然後如果有看上禮拜的vlog的人應該知道我姊說 一定要記得刻這一顆 才能讓他跟他當好朋友 我想说既然我都已经花了五块钱买这颗南瓜了 我们就试试看 磕一磕南瓜 我这辈子还没磕过 我究竟能不能做出来呢 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步要在南瓜身上打草稿 已经找好了我想要割的Jackalanta的脸 然后现在就是要先拿Sharky 这上面画好草稿 好了三个画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真正难提示现在要开始割它 第二步下到颗南瓜脸 其实我没切过南瓜 所以我根本连就是这样子切的材质的硬度是怎样 我都不太确定 OK 开始吧 这已经割超过了 特命啊 天哪我为什么要自己搞事呢 再来是第三步掏空南瓜的内部 然后现在要把里面的东西都掏空 完成了 自己做的南瓜装饰其实在这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但我还想赋予它一点生命力 第四步 点亮南瓜灯 结果翻遍整个家居然找不到任何可以点亮我的蜡烛的东西 只好挖出我的Arduino和LED灯条 最后来看成果吧 好啦就这样完成我的南瓜灯 你们可怕吗 有可怕到吧 完成 他们现在可以做朋友了 主标 咯 我们下期望 这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感觉 我们下期感觉 好